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党成立的年头长了 不像我们说是18大19大20大 我们这个大会都带号的 美国这个大会就不带号了 反正四年一次四年一次 就往下开就完了 他不带号 相当于我们的几大几大 民主党共和党 共和党刚开完 前一阵你看特朗普在上面还神气的 结果现在共和党栽了 因为这个拜登一下退了 拜登退了以后 那个整个共和党 整个特朗普 特朗普团队 准备用来攻击拜登的 所有的准备都作废了 现在结果他攻击拜登的那些东西 全是他自己的缺点错误 因为拜登老嘛 贺锦丽年轻了 这现在真麻烦了 这这这 临时这个弹药都准备好了 敌人变了 这弹药用不成了 这个这两天 昨天今天明天后天吧 在那个芝加哥又开民主党 第几次代表全国党代表大会 其实没啥事 就是推选贺锦丽 去竞选 然后呢 再通过个什么党纲什么什么 多少条 昨天就贺锦丽就出来 挥了个手 到时候那个团队把这个 给他搞上一二十秒 给大家看一看 啥事没有 反正就是欢呼嘛 雀跃嘛 哦哦哦哦 就哦一下 昨天哦一下就完事了 然后大概后天吧 或者明天吧 最后 有个主题报告 就我们说多少大报告 我们就要讲几大报告 几大报告 十九大 十八大报告 十九大报告 二十大报告 他们也是这个贺锦丽 有一个讲话相当于报告 不过他们跟咱们不一样 我们是一党领政 他这个报告没什么用 他这个报告就是闹着玩 反正 也不能说闹着玩吧 反正不是特别重要 贺锦丽呢 现在这个是接替拜登了 要参选了 究竟能选上选不上 我看我们不着急吧 说是九月十号 特朗普和贺锦丽就第一次就辩论了 辩论了以后嘛 我们看情况 反正我这两天看贺锦丽 我觉得是个很没有彩的人 我就想不通这个贺锦丽 跟特朗普怎么辩论 特朗普如果发挥正常的话 那跟贺锦丽骂起来 贺锦丽要不是对手怎么办 所以我们拭目以待吧 现在是八月二十号 九月十号 还有二十天 这个特朗普和贺锦丽就第一次对决了 对决完了以后 这个票数就出来了 然后一次对决 二次对决 三次对决 最后票就基本上就出来了 十一月五号就选举了 这个我们也讲了多次了 我今天重复一下 李一教授说 这个中美矛盾是结构性矛盾 无论是特朗普上 还是贺锦丽上 美国对华政策 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不会有太大的区别 战略不会变 就是战术可能略有不同 就这么个情况 那么好的 我们这个关于这个民主党大会 关于贺锦丽 如果有什么特别的消息 我们再聊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这个节目就到此结束